Hello, this is Walking Fish 前一段时间Stability AI推出了一款图片转3D的AI模型 叫StableFest 3D 号称可以在0.5秒内生成完3D模型 同时拥有良好的生成品质 今天我们就来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 根据Stability AI在GitHub上的介绍 StableFest 3D是目前最先进的开源图片转3D模型 仅需要一张图片即可快速生成高品质的3D模型 虽然StableFest 3D模型本身是基于Triple SR这个专案改良而来 但StableFest 3D在许多方面都有所改进 包括更精确的UV展开 更精确的材质参数预测 让模型看起来更加逼真 能够轻松放到游戏中 在材质贴图和颜色方面 Stability AI也表示 该模型能够降低光照、阴影等影响 让输入的照片即便有些缓进光 也还是可以输出颜色较为正确的材质贴图 在StableFest 3D的GitHub储存库 以及Stability AI官网 我们能够看到一些模型输出的demo 还有与其他模型的比较 看起来StableFest 3D的生成效果 虽然依旧不够精致 但相较于其他模型算是表现有益 如果是放在角落一些较为不重要的摆饰 或是远处的物件 制作游戏时应该也是可以使用的 在Stability AI官网上也有提到这项用途 其他还可以用在像电子商务的3D模型 AR VR的快速模型创建等 从技术报告上来看 StableFest 3D 有在GSO和Omini Object 3D 这两个测试资料集上面做测试 在CD以及Fscore的指标上 跟其他模型相比 皆得到了之中最高的分数 其中CD、Transfer Distance 是衡量生成模型与真实模型之间的差异 这个值是越小就越接近 Fscore 这是衡量生成的模型与真实模型之间的相似度 这个值越高代表越接近 在测试的模型中 StableFest 3D 仅有在时间上略输于SSSR 但0.5秒也是非常快了 目前模型本身已经开源在HoggingFest上 使用Stability AI社群授权释出 年收入100万美元以下都可以免费使用在商用或非商用用途 而模型如果要在电脑上执行的话 官方建议显卡至少需要有6GB的VRAM 但如果不像配置环境或是电脑性能不够好 也不用担心 Stability AI也提供了免费的HoggingFest Space 让我们可以免费线上使用 从GitHub的ReadMe文件里 我们就可以点进这个HoggingFest Space 在进到这个Space后 我们就可以上传照片 接着它会要求我们进行去备 这个都是自动的 而且速度很快 我们就点下去就好 等它跑完我们就可以点这个Run 它就开始生成 生成速度也确实如它所述非常快 基本上是点下去差不多一秒钟左右就可以看到模型了 下方它也有提供一些范例图片 可以让我们试用看看 接着我就简单测试一下 让我家的东西拍一些照片 看它会生成出什么样的东西 首先我就先拿个杯子 拖鞋椅子来做测试 这边可以看到在输入杯子的图片并生成后 虽然说乍看之下模型的外观并没有什么问题 但其实杯子的内部很明显的 因为照片角度的关系而没拍到的部分 StableFest 3D就直接将它视为实心给填满了 因此我们得到了一个外表正常的内部形状稍微有点奇怪的杯子 再看到拖鞋上 这个状况又变得更加明显了 许多照不到的地方都是直接糊在一起 椅子的部分则是材质有点炸 接下来我再测试一些像是卷尺 桌上小风扇等这一类的东西 基本上可以确定StableFest 3D 目前对物件本身有一些小凹陷 自行遮挡到自己的部分是无法推论的 当遇到凹陷时 StableFest 3D会倾向于将看不到的部分直接视为实心 但这也可以理解毕竟仅凭一张照片缺乏被遮挡部分的讯息 直接把它填成实心可能已经是最好的选择 这样的表现当然也有可能是跟它的训练资料有关 接着我再测试一些像是雕像家具等的真面照 哦这些真面照我是使用前段时间介绍过的Flux 1生成的 尽量生成一些不会有凹陷自遮挡的图片 可以看到这些图在输入StableFest 3D后 表现大致上都还算是不错 用在一些不需要精致建模的地方 应该是绰绰犹豫了 只不过稍微有一点可惜的是 虽然在Stability AI的官网上 有提到这个模型可以自选要使用四边形或三角形来Remission 但在这个免费的HuggingFest Space里 我并没有找到这个选项 同时如果我们将刚刚所生成的模型下载下来 再到Blender查看会发现它的面数有点炸 竟然直接给它喷到两万八千多面 大部分游戏中所使用的模型面数最多就一两千面 看物件或人物的复杂度可能会多一些或少一些 但通常是不会破万的 因此这个模型直接放在游戏里面 也许没有这么合适 需要稍微调整一下 不然数量多了对性能也会有些影响 再来我们看一下它的贴图 这边可以看到它拆UV的方式 是直接使用上下左右前后六个视图 但左上跟右上的东西是什么 我就不是很确定了 这样的拆法很简单粗暴直观 但缺谨自然是 像这边这个椅子 很明显它的角是可以独立拆出来的 但在StableFest 3D这个拆法中 后续的修改就会比较麻烦 而杯子的部分 这边我随便找一个在网络上的免费3D模型 给大家看一下比较常见的拆法 基本上将杯子的外壁会直接把它当作一整个面 杯子的内壁底部 还有外侧的底部 手把等都会把它独立出来 反正除了像是骰子这种方形的六面体 一般我们应该是不会看到 直接将六个面的视图 当作UV拆出来的状况 以上就是StableFest 3D的简单介绍 整体来说StableFest 3D 至少在速度上非常的快 用来是一些像只会有一两个模型的简单Web AR StableFest 3D应该可以很轻松的满足使用需求 但生成出来的模型 要再拿来改 目前应该是不用想了 现在AI的限制算是蛮明显的 即便是有一些大平面 像是桌子、椅子 这种顶部就直接是一个平面的东西 用AI生成出来 它也是会有许多凹凸不平的状况 生成出来后很难得做什么改进 OK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 如果下面可以在影片下方报 还有喜欢我们频道给订阅 OK stay crazy See you guys